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一博转战证据路线 专心拍戏减少曝光 一举一动圈粉无数 UNIQ王一博如今的资源多数都是证据 专心拍戏的他 会不会脱粉严重 对于这个问题 估计大众想多了 纵观最近的王一博 他的热度持续 不想反声 着实让人一头雾水 开年的热搜 一挂就是三天 因为王一博看起来胖了 引发了一系列脱粉的传闻 结果发现 王一博居然还因为自己的舞台表现 涨粉了上万人 迷之操作 让人看了也是一脸震惊 王一博的确是舞台上的杀手 太招人喜欢了 他的舞台从未让人失望过 这显然已经成为了当下娱乐圈中的爱豆天花板 多少人纷纷效仿都无法匹敌 实力抗打 确实是王一博的底气 不过纵观这一两年的王一博 貌似在主流的道路上 一路开挂了 证据一步接着一步 红歌更是一首接一首的唱 各种的大使头衔 让人感叹 这个男生是上交国家了吗 的确如此 主流文化的推动 需要优秀的年轻人来引领 王一博无疑是Z世代中的佼佼者 跟正苗红的背景 业务能力的突出表现 都让他成为首选之人 《我的时代和我二》中 王一博作为娱乐圈中 特立独行的一个 他的特质足够明显 更是把极致的价值观融合在热爱中 实现了娱乐的同时 更传递了正能量 再看一下 王一博在转战证据路线上的表现 从冰浴火中 饰演了基督 景 茶晨雨 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特殊职业的伟大 在风起洛阳中 王一博饰演的百里红艺 专注于百宫记忆 更是把聪明才智发挥的淋漓尽致 更重要的是 通过这部剧 他成功带火了自己的家乡 神都 洛 洋 在《理想照耀中国》里 饰演了革命先烈蒋仙云先生 更是展现了他极具张力的爆发力 让导演都感叹是一位有力量的演员 在刚刚结束拍摄的电影 《五》 《明钟》 饰演的地下情报人员 更是在主旋律中大放异彩 《维和防暴队》中饰演了维和特种兵杨镇 维和和平的责任与担当 都让人翘首以盼 如今更是禁组拍摄献礼剧《长空之王》 饰演飞行员一角 由此可见 王一博的剧的确都是充满正能量 减少曝光率 其实并非刻意的 而是他专心拍戏 哪有时间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呢 但是他的粉丝却从未让他错失任何一个热点 毕竟王一博是个年轻人 大众喜欢他无可厚非 Z是带需要先锋者来引领 王一博参与的证据路线 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表率跟引领者的作用 作用千万粉丝群体 把自身的影响力转化为正向能量 让更多的人 通过他来了解中国的文化跟社会状态 怎么会脱粉呢 自然是涨粉的节奏 王一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他让粉丝受益 让品牌代言获利 让小众文化得到推广 让家乡文旅得到推广 让流量流向正确的地方 这种的年轻人 值得粉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